大家好,欢迎收看乔逸教牌教学系列我是讲师怀仁 如果你喜欢这系列节目的话,欢迎按赞订阅分享哦 本集的主题是一方块开教反续低话练习 课程讲义也就是制度手册,可以在说明栏下载哦 那我们就开始吧 进入教牌室后,首先点选左上角的选项 设定今天要练习的排行 在第一个界面选择北加为唯一开教方后 点选限制进入详细排行设定界面 首先设定开教方北加的排行 北加持有12到21点正常的开教点 两门高花至多4张,这样就不会开教一高花了 今天要练习的是开教一方块后的反续低花 因此设定方块至少4张 梅花则无需设定 设定完成后,点选右上角的加号 设定第二条限制 南加,也就是今天的主视角 达教方的排行 南加持有12点以上破教成局的力量 两门高花至多3张 这样子的话就不会达教一高花了 方块至少4张,梅花则无需设定 设定完成后,关掉原排局界面 重新发牌就可以开始练习啰 首先是第一排 在一方块两方块三方块之后 南加需要决定接下来的再教 北加的三方块是石普林特的意思 但因为这里三梅花已经用作其他的用途 因此我们将三方块试作 另一门非开叫低花短门 也就是梅花短门的意思 南加持有13个点 5431的排行 扣除在梅花上的三个点 全手牌大概只有9个点的价值 这里的话必须要明确告诉同伴 自己在其他花色上并未持有到保证的12个点 直接叫三雾王就可以了 同伴如果是特别畸形的牌 会主动再继续叫牌 这里并不太需要担心黑桃的挡张 因为同伴已经表示在梅花上是短门 在其他花色上很有可能都会持有零星的大牌 北加会派斯打这个合约 我们可以看一下两手牌 接着是第二牌 在一方块两方块两雾王之后 南加需要决定接下来的再叫 南加持有14个大牌点 5332的排行 12到14的平均牌 也是可以考虑第一升直接选叫三雾王 然而这手牌红星上并未持有任何大牌 通常由同伴来做装打雾王会比较好 因此选叫反续低花 将专位推给同伴 同伴的两雾王可以先当作12到14点的平均牌 门门有挡 南加持有14点的牌点 加上同伴的高线14也仅才28点 还不到平均对平均的满贯力量 这里直接叫成三雾王就可以了 此时北加会叫四雾王 四雾王表明的是 第一升教的两雾王当中的高线范围 也就是18到19点的平均牌邀请买贯 南加持有高线的14点 加上同伴的点力 选手会有32到33点 是一定要受邀的 这里可以叫六方块 选叫六方块的原因是因为 王牌合约通常在某些无王合约 无法成约的时候会提供一些额外的成约几率 因此这里会选叫六方块 当然如果打的是NP赛的话 可能会考虑到NP赛的计分方式关系 而去选叫六无王 那大家就去再做额外的考虑 我们可以看一下两手牌 这两手牌刚好是拔头就会有12个赢凳的标准的满贯合约 接着是第三排 在一方块两方块两黑桃之后 南加需要决定接下来的再叫 北加两黑桃的意思是表示 持有12到14点的平均排行 黑桃持有挡张 也就是暗示在红心上非常有可能是没有挡张的 南加持有17个大排点5422的排行 加上同伴的12到14 全手会有29到31点 以平均对平均来说有满贯的机会不大 然而此时南加在红心上持有两张小牌 很有可能在红心上会有两个快吃凳 在打五王的时候可能会被提吃红心的整门 因此南加基本上可以确定合理的合约应该是大约在29点的五滴花 这里可以考虑直接叫成五方块就可以了 我们来看看两手牌 这边的话北加在红心上持有勾小 实际上非常接近半档 这里可以和同伴讨论能不能有二次爆半档的机会 比如说南加如果持有Quin小小的话 还是有机会可以打三无王的 这里就必须要在两黑桃之后约定 南加叫三方块或者是其他的教品是什么意思 一般来说我们会认为南加叫其他的教品都是试教 有试探满贯的意思 当然这边大家可以和同伴再约得更详细 看有没有机会让北加再有一次叫无王 表示持有这种微弱半档的机会 接着是第四排 在一方块两方块两黑桃之后 南加需要决定接下来的再叫 北加的两黑桃其实有暗示在红心上是没有浪费力量的 南加持有13个大牌点6331的牌型 虽然加上同伴在12到14的范围里面是有机会满贯的 然而这里持有的是单A 并不能够完全当作单张来计算 单张大牌其实比较尴尬 有点介于平均牌的祭典之间 但又有王吃的价值 在我们的教牌当中是十分难以评估的 单A的话会稍微好一点 因为单A是一个确定的赢凳 但旁门少掉的一张大牌 也有可能让同伴去处理旁门花色会变得比较的困难 因此我建议两手联合大概最好是在 比较好的27或28点的时候再去尝试满贯 也就是要稍微减点不能够说有27就去尝试满贯 当然这里13点对上同伴的高限也仅有27 算是偏少的 因此这里我不会尝试满贯 这里的话虽然红星只有单张 同伴没有浪费力量 但是打三无王的合约 也有一档在大多数的情况下都是足够的 这里我认为可以直接选教三无王就可以了 我们来看看两手牌 北加时期上持有14个点的高限 整手牌值算蛮好的持有许多的A 这一手会有一个50%的满贯需要去处理黑桃 也就是说就算两手已经达到27点 配合非常的好 没有浪费太多力量 依然是只有大概50% 可以教到也可以不用教到的满贯 因此大家也不用太担心说 这类的满贯没有教到 因为几率上来说不见得会是足够几率的满贯 再来是最后一排 在一方块两方块三方块之后 南加需要决定接下来的再教 北加的三方块代表的是短梅花的意思 南加持有13个大牌点 5422的牌型 在梅花上持有梅花A 属于些许浪费力量 但这张梅花A又不会减少赢凳 因此可以适当的稍微减值 但也不用减值太多来做评估 这里的话我们因为全手牌 没有浪费力量的点力 总计超过12点 通常需要表示一次 再让同伴做判断 这里可以先叫三黑桃视角 再看同伴的反应 北加这里会叫三无王 三无王可能代表的意义是 自己持有一手点力不多 且比较软性力量的牌 可能对满贯来说会比较有距离 希望南加在做判断 是否有机会可以打这个三无王的合约 南加持有的13个点 配上浪费了一张梅花A 加上同伴的12个点 全手合计也仅有大约25个点 在打5滴花 虽然成约机会并不一定太差 但整体来说我认为大概2425个点 在打5滴花的时候 通常机率还是会比三无王还要差的 这里由于南加持有A4张的梅花 面对同伴的单张 外面的梅花分布还有可能是44分布 三无王合约的话 有可能不需要出手就能成约 我个人的话应该是会派思三无王 要打这个合约 我认为三无王成约机率 平均来说应该会比5滴花还要高 我们来看看两手牌 实际上这种牌在手工梅花的时候 梅花会被击穿 而5滴花的合约 也就是五方块的合约 全手只会掉两个红心 是铁牌会成约的 大家可以讨论一下自己的判断 这里你认为是不是南加应该考虑往5滴花前进呢 还是你也会选择打三无王的合约 今天的课程就到这边结束了 非常感谢大家收看 下集我们将会进入导教的单元 导教也是滴花开教后的一个常见过程哦 当然在高花开教也会遇到啦 那我们就下集再见咯 拜拜